大家早上好 我非常高兴能够再回到教会 我们已经很久不能到教会去进版 我感谢Pastor Key和他的鼓励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激动的时刻 今天早晨的信息是从曲子雅歌 主题是在我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看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督的见证 几天前我和妻子Giok 来阿德莱的庆祝Erik弟兄和米根姐妹的婚礼 我们目睹了这对新婚夫妇之间爱情的见证 我们见证了这对新婚夫妇之间的爱情 当我们谈到他们彼此之间爱的见证时 我认为今天早晨的信息来讲 所罗门的雅歌是合一的 因为许多人明白 所罗门的雅歌庆祝了两个主要角色 所罗门和苏拉阿密女子之间的爱情 然而 我们还将学习到雅歌的目的 是要激发我们对基督的奉献和敬拜 雅歌 什么是雅歌呢 在圣经里 常常提到诗歌是赞美神的 比如出埃及记十五章一到二节 我读书埃及记十五章一到二节说 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 我要向耶和华唱歌 因他大大战胜 加马和骑马地投在海里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 这是我的神 我要赞美他 是我父亲的神 我要尊崇他 还有明书记二十一章十七节 当时以色列人唱歌说 静啊 涌上水来 你们要向这井唱歌 我们应该把雅歌 与神和以色列人立约联系起来 这是神对他子民爱的盟约 神要以色列人认识耶和华 因此在和西亚书二章十九到二十节中 神的爱的表达以婚姻之约的形式出现 如同新娘与新郎之间 和西亚书二章十九到二十节 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期 以仁义 公平 慈爱 怜悯 聘你归我 也以诚实 聘你归我 你就必认识我 耶和华 雅歌书一章 雅歌一章一节说 所罗门的歌 是歌中的雅歌 雅歌是歌中之歌 是所罗门所写的 让我们来查考谁是所罗门 我们知道他是大卫和巴士巴的儿子 大卫屈服于情欲与巴士巴同情 另外所罗门统治了一个庞大的帝国 列王纪上四章二十一节 说所罗门统管诸国 列王纪上四章二十一节 所罗门统管诸国 从大河到非力士地 直到埃及的边界 所罗门在世的日子 这些国都进贡 不是他 所罗门 也以他的智慧而知识闻明 圣经里面记载所有的王 所罗门 这是以智慧著称 甚至非信徒也知道这样的谚语 像所罗门一样有智慧 所罗门 是如何有智慧的呢 我们从列王纪上三章中得知 神在梦中向所罗门显现 问所罗门要求什么 所罗门求智慧 神赐给所罗门他所求的 应许他极大的智慧 因为他不求任何有益于自己的 例如 长寿 财富 或灭绝他的仇敌 在我们讨论 所罗门求智慧的经文之前 有些人大概会问 所罗门怎么有智慧 直到向神求智慧呢 像所罗门一样 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 完全败坏 所罗门是人 因此他也是败坏的 我相信是圣灵感动他 注释他去求智慧 就像圣灵叫我们知罪 感动我们 在神面前认自己的罪 并求神赦免 恳求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 让我们现在来看 《猎王纪上》的经文 记载所罗门求智慧的段落 《猎王纪上》三章 七到十三节 《猎王纪上》三章 七到十三节 从第七节开始读 耶和华我的神啊 如今 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位作王 但我是幼童 不知道应当怎样出路 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名中 这名多得不可胜数 第九节 所以求你赐我智慧 可以判断你的名 能辨明是非 不难 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 第十节 所罗门因为求这事 就门主喜悦 神对他说 你既然求这事 不为自己求兽 求父 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 但求智慧 可以听诵 我就应允你所求的 赐你出名智慧 甚至在你以前 没有像你的 在你以后 也没有像你的 第十三节 你所没求的 我也赐给你 就是富足 尊荣 使你在世的日子 猎王中 没有一个能比你的 接着在猎王纪上 四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 说神赐给所罗门 极大的智慧出名 和广大的心 如同海沙不可测量 所罗门的智慧 超过东方人 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 他的智慧 胜过万人 胜过以斯拉人以探 并马歇的儿子西曼 甲德 达到达的智慧 他的名声 传扬在四维的列国 我们 从这些经文中 可以学到什么呢 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 我想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要小心我们所求的 我们要求智慧和聪明 而不是一些物质的 我们要求神所喜悦的 所罗门不仅有知识 又有智慧 列王纪上四章 三十三到三十四节 他讲论草木 自篱巴嫩的香柏树 直到墙上长的牛西草 又讲论飞禽走兽 昆虫水竹 天下列王 听见所罗门的智慧 就都差人 来听他的智慧话 所罗门 以学识雍伯尔文明 天下列王 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 但我们思想这一些 我们能从中 学到什么呢 以及如何应用呢 在这里 我们应该将知识 和智慧区分开来 因为人可以拥有很多知识 但不一定有智慧 而所罗门 这两样都很充足 他又有知识 又有智慧 我们还要想一想 有知识却没有智慧的危险 特别 让我们想想 圣经的知识 仅有圣经知识 而没有智慧去应用 那么它的价值是有限的 我们可以在圣经知识测验中 得最高的分数 因为我们可以学习和记住知识 但是我们需要来自上头的智慧 才能从经文的知识中受益 一个人可以在教会里拥有最好的圣经知识 但却可以滥用这个知识 来为自己的罪恶开脱 甚至更糟的是 用经文 用圣经经文攻击人 使同伴信徒受到伤害 让他人受困于自己的 困在自己的罪恶 远离恩典 我们需要寻求神 因为唯独祂是智慧的源泉 我们才能充满祂的智慧 对他人的恩慈和爱心 是不能通过知识 是不能通过知识和他人的引导来 而是来自尽情的智慧 是来自尽情的智慧 雅各书三章十七节 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 先是清洁 后是和平 温良 楼顺 满有怜悯 多洁上国 没有偏见 没有假冒 然而 我们也知道 所罗门 在女人方面的弱点 也是众所周知的 所罗门 据记载 有七百个妃子 三百个平 列王纪上十三章 列王纪上十一章三节 说所罗门有妃七百 都是公主 还有平三百 这些嫔妃 诱惑她的心 一个聪明人 怎么会有这么多悲评呢 并诱惑她的心 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呢 大概有史以来 最智慧的人 端然缺乏智慧 所罗门所入的真言 智慧书 但是 神的智慧 是无法衡量的 有时当我们寻求 当我们寻求建议去找 我们的长辈 但当我们寻求智慧时 我们必须正确认识 唯有神 才是所有智慧的源头 所罗门也写了许多真言和诗歌而被纪念 你知道所罗门写了多少的真言和诗歌吗 他写了三千真言和一千零五首诗歌 这记者在《猎王记》上 《猎王记》上四章三十二节 他做真言三千句 诗歌一千零五首 当我们学习了所罗门的智慧 我们也要担心 不要夸大所罗门的智慧 尽管我们提到所罗门的智慧 但我们必须注意 切不可过分强调 他的智慧 并且《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五节提醒我们 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 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九节 再进一步提醒我们 使一切有血气的 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 《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进一步的讲解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 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 公义 圣洁救赎 唯有以基督为中心和至高 才能牢牢地占据我们的生命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人是愚昧的 而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 我们所有人都是有罪 他成为我们的公义 我们完全堕落败坏 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 现在让我们来看解释雅各书的 解释雅各的困难之处 当我开始准备这篇讲道时 我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 首先 我挣扎于 是否应该重处从字面上理解雅各 因为这是解释家所鼓励的 或者 我是否有一些空间 通过灵异解释的角度 来理解我所读的 即通过诗歌体的意象 隐喻和象征来理解 通过意象 隐喻和象征来理解 因为雅各是诗科体 这些特征不是很明显吗 我认为 与在生活在律法之下的 以色列人相比 在新约时代的我们 也许更能通过灵异解释 来理解雅各中 所象征的神的爱 对我们而言 我们能够在福音信息的盼望里 心得安慰 不同于那些在旧约律法下 等候弥赛亚的以色列人 如果我们只能从字面理解雅各 从以下两段经文里 我们的心 我们的脑海里 难免出现一些奇怪的画面 比如雅各四章二节 雅各四章二节 你的牙齿 如新睫毛的一群母羊 洗净上来 各个都有双身 没有一个上吊子的 还有雅各四章四节 你的镜像 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 其上悬挂一千盾牌 都是勇士的藤牌 我读这两节经文 我相信我从未如此形容 我妻子的镜像和牙齿 我的立场 是不仅要从字面意义上理解雅各 让我们也能以诗意的形式 理解其中的含义 毕竟这是一首诗歌 我们需要意识到 这其中充满了诗意的隐喻 和象征 这样理解 是为了我们能够尝试 理解所罗门创作这首诗歌之时 受圣灵末世真正想要表达的 因此 我们在读 我们读雅各的方式 是要明白其字面的意识 但是以一个抽象和象征性的方式 比如 那我们回到雅各四章二节 当我们的思想仅仅仅基础于字面理解时 我们认为 所罗门将 苏拉密女子的牙齿比作羊群 每只牙齿都有一对 如果她的牙齿像羊 那么她的牙齿像是蓬松的羊毛 也许在我们脑海里 如果我们离那羊的牙齿足够近 我们可能会听到牙咩咩的叫声 然而通过灵异理解 在所罗门的描述 所罗门的描述 在我们脑海里描绘出了 截然不同的景象 即 苏拉密女子的牙齿 均匀分布 成珍珠色 并且牙齿没有缺失的 我们也必须知道 这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情歌 我的另一个挣扎是 一些解经厦说 这本旧约的书 应该主要理解为 所罗门与他所珍爱的少女之间的情歌 这种解释 给我造成了一些问题 因为我们会接着问 为什么 那么为什么这本书被列入圣经呢 如果这本书只是一首男女之间的情歌 为什么会被列入圣经正典呢 马太亨利说 实际上 对于那些以不敬前的思想 和败坏的情欲 来阅读雅歌的人来说 他闻到了死亡的危险 因为犹太教师 劝告他们的年轻人 直到三十岁 才读这本书 以免他们滥用最纯正 最神圣的东西 以天堂的火焰 点燃了情欲的火 我们读今天的经文 我们也当明白 所罗门是基督的预表 首先我们查考 所罗门这个名字的意思 所罗门这个名字的意思 是平安 我在网上找到 所罗门名字的含义 我并不会习过来文 但是我学习到 所罗门这个名字 来自希伯来的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 源于希伯来语 Shalom 即是平安的意思 我们知道 以赛亚先知 预言了耶稣基督 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中 称即将来临的弥赛亚 为和平的君 以赛亚九章六节 应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他名称为奇妙 测世 全能的神 勇债的父 和平的君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 将亚哥理解为 那是有关两个所罗门 所罗门大魏之子 所罗门 和第二个所罗门 即将来临的弥赛亚 被称为和平的君 带着这个想法 我们在今天阅读的经文里 看到了非常不同的含义 雅各 在圣经中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忠贞的爱 被如此丰富的描述 以致我们将认识到 这种爱的基础 是神对他儿女的救赎之爱 在表明爱的能力 是神的恩赐 我们看到 即使我们觉得不可爱的人 也可以被神所爱 今天早晨 我们会发现雅各 将所罗门描绘成基督的预表 而这本神圣的圣经书卷里 有福音信息 这本书指出基督是新郎 我们即使教会 是他的新娘 是他对属于他的人的爱 在这一点上 我感谢多年前 温牧师主持旧约查经班 他教导我们 要查考旧约中基督的预表 每周我们都要进行测验 每周我们都要做作业 我们查考每一卷书中 并写下我们认识到基督预表的描述 因此 也许今天我应该 给所有人 接下来一周布置一些作业 所罗门 所罗门受神末世 做了旧约中的三本书 《真年》 《传道书》和《雅歌》 然后让我告诉你 接下来一周的作业 一年多前 我与妇女团契进行了一项学习 我问他们是否可以尝试 提取这三本书的精华 并用一句话描述每一本书 我要你们也去这么做 让我给你们一些规则 第一一个是 这句话的第一个词包含神或基督 一句话 必须少于十个字 你们大概有人想 这该怎么做呢 为了帮助你 以下是《雅歌》书 有关《雅歌》一句话的摘要 请记住这句话 将这句话尽量的精简 这样的话 你记住这话 下次你阅读《雅歌》时 你就知道它的背景和上下文了 对我而言 《雅歌》的一句话摘要 就是神是爱的火焰 让我们学习这三本书的第一句经文 看看我们是否观察到一个模式 《真言》一章一节 以色列王大卫儿子 所罗门的真言 传道书一章一节 在耶路撒冷做完 大卫的儿子 传道者的言语 《雅歌》一章一节 所罗门的歌 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 我们注意到这些开篇的经文 在《真言》中描述 在《真言》中描述所罗门为以色列的王 以色列王 传道书一章一章一节 描述他为在耶路撒冷做完 但是在雅各中 所罗门在第一节中没有立即被描述为王 为什么会这样呢 没有提到所罗门王的身份 为了不掩盖雅各中基督或弥撒亚的特质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尽管雅各是关于所罗门 但他收到所罗门的并不多 而更多是关于基督 并且当我们阅读雅各时 基督必须在我们的理解中占助主导地位 雅各中的福音信息 那我们来看雅各一章五节 耶路撒冷的女子啊 我虽然黑却是秀美 如同基达的帐篷 好像所罗门的帽子 秀美一词的意思是可爱而荣美 当我理解这个词的意思 我开始这样的称呼我的妻子 早上好我秀美的妻 在这里的丈夫们 你们也可以对你的妻子说同样的话 以诗意的形式 如果我们将这节经文读为 我黑得如同基达的帐篷 好像所罗门的帽子 这里提到基达的帐篷 是由动物皮制成的 是深色的 且被沙漠的大风侵蚀 他们不仅没有吸引力 而且圣经所描述 基达的帐篷 是你不想去住的地方 诗篇120篇五节 我寄居在米社 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 我们将这些被封清晰的帐篷 与所罗门用最上等的织物 制成的帐篷进行对比 这些帽子悬挂在 视为保护的环境中 以防冷热 然而也许 它使我们想起我们的黑暗和罪恶 与基督圣洁之美 纯粹 无罪 圣洁的神之间的显著差异 黑象征罪 我虽然黑描述了罪恶的本性 注意这里说我 是个人对罪的认识 这不仅是一种认识 而且承认自己的罪恶本性 我虽然黑 这不仅是对罪的认识 承认自己的罪恶本性 并且还承认 罪如何使人的灵魂黑暗 我们都是有罪的 我们的灵魂也像击达的帐篷一样黑 罪恶诱惑 使我们疲惫不堪 就像用深色动物皮制成 且被风侵蚀的击达帐篷一样 但是仅仅认我们的罪 并不足以令我们在神眼里 看为秀美 我不知道其他讲道的人 站在讲台上的感受 多年前当我开始讲道时 我感到非常的紧张 当我讲道时 我感到像我这样一个 黑暗而卑微的人嘴里 传讲神的圣洁和崇高 这使我感到自己的不配 像我这样一个有罪 像我这样一个有罪不义的人 怎么能说那些属于神的事呢 你没有看到我被罪侵蚀而发黑吗 但是我赞美神 我今天能够站在讲台上 因为我知道 这不是因为我的善行或品格 使我的灵魂结尽 不是我的公义 而是基督的义 遮掩了我 使我能够谈论神的事 一个有罪的人 如果承认自己的罪 和灵魂的黑暗 并且向神求赦罪与捷径 只有这样 才能看到自己的秀美 赞美神 我们被基督耶稣的公义所遮掩 这时我们变得秀美 只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流血 才使这成为可能 神的儿女在天上最亲密的问候 雅各一章二节 用他用口与我亲嘴 以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亲吻是我们向亲朋好友 表达真诚爱意的方式 但是我不得不说 我至少对我个人而言 我这一代的许多中国男人 很难用拥抱和亲吻来表达 我们与亲朋好友之间的亲密关系 几年前 当我去欧洲参加婚礼时 我不得不忍受亲朋好友的拥抱 与亲吻 我发现这是一个尴尬而可怕的经历 每一次拥抱时 我的身体就像一个士兵一样 僵硬了起来 今天早晨 我想提醒大家 尽管我确实非常想念 在这里的朋友 但由于新冠病毒的原因 敬拜结束后 你们不要离我太近 我们在天上 将受到怎样的欢迎呢 将是一个热接欢迎 也许就像 赢回他世上的儿子 也许就像父亲赢回他世上的儿子一样 路加福音十五章 十八到二十节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 向他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 于是起来 往他父亲那里去 相离还远 他父亲看见 就动了瓷心 跑过去 抱着他的镜像 连连与他亲嘴 出于瓷心和爱意 父亲抱出 他世上回来的儿子 连连与他亲嘴 就像主在天上 欢迎我们一样 我们得救 并被带到天上 我们将欢喜快乐 在受到父的迎接后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被留在天堂的外院 还是会被带到特别的地方呢 让我帮助我们 将这个形象化 我想你们 这许多人应该来过 我在阿德莱德的家 我不记得你 知不知道 我有一个正式的迎宾室 让我告诉你我的秘密 在那个房子里 有一个正式的迎宾室 里面的家具 坐起来并不那么舒服 坐在带有 薄电子的木质椅子上 二十分钟后 你就会感到 有些不舒服 所以如果有人来谈生意 我们会把他们 带到正式的迎宾室 因为我们希望 他们不会待太久 但是如果好朋友来访 我们会把他们 带到内部的休息室 或通常被称为 家庭活动室 你将在那里坐下来 舒适地坐下来 与我们享受 长时间的沟通团契 所以 那些来过我们家的 你大概在想 你被带到哪个地方 雅各一章四节 愿你吸引我 我们就快跑跟随你 王带我进了内室 我们必因你 欢喜快乐 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 甚是称赞美酒 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 那些亲近主的人 主将他们带到内室 在那里我们要欢喜快乐 我们要称赞他的爱情 甚是称赞美酒 在我们的生命中 有个持续成胜的过程 雅各书一章六节 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 就轻看我 我童母的弟兄向我发怒 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 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 有时 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涯里 我们的亲人 我们亲密的人 可能不公平地对待我们 可能轻看我们 但在这里提醒我们 即使以自己的葡萄园 没有看守为代价 我们仍然要照管他们的事物 我们的基督徒生涯中 要有牺牲的爱 在我们称赞之后 我们将不断地成圣 我们仍将面临试探与罪恶 有时我们仍然感到自己 在罪恶的清晰中疲倦不堪 因此 我们在地上的日子 需要圣灵帮助我们不断地成圣 我们的灵魂受到罪恶的风吹与打 不断遭到这世上的罪恶攻击 生意之后 我们仍将不得面对日常的斗争 但只有靠神的恩典 我们才能不断地成圣 从而为我们的新郎 主 救主耶稣基督 保持我们的秀美 我们祈求 总是与我们的牧人同在 雅各一章七节 我心所爱的羊 求你告诉我 你在何处牧羊 上午在何处使羊歇卧 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 好像蒙着脸的人呢 这一节经文是雅各里的祷告 所求的是一个人 常常亲近基督 这个祷告 表达了对基督 他的大牧人的渴望 祈求亲近他 我们心所爱的 与他在一起 他在上午使羊歇卧 牧羊人将他的羊群 从一个牧场转到另一个 而找到牧羊人的最佳地点 是他使羊群歇卧的地方 因此 这教导我们 在我们每天祷告的安静时光里 我们要与基督亲密相交 就像舒拉密女子 在寻找她的牧羊 总是能找到她 同样 我们知道 我们每天都需要亲近主 十篇二十三篇一节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 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承认 自己是罪人 就像舒拉密女子 我们不得不说 我虽然黑 我们因为罪而黑 罗马书三章十节 就如经上所记 没有一人 连一个也没有 接着二十三节说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但 我们也可以是秀美的 因为罗马书三章 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耶稣基督的救赎 就白白地称义 神设立基督做挽回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 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 如果你还未得救 并且不想继续处在 罪的黑暗里 祈求圣灵感动你 使你认罪 并且向主祈求洁净 你将成为神 秀美的羊 而基督 你的部者 将永远与你同在 让我们祷告